HELLO,大家好,我是彈彈威光,已經在長工 自從我們三本龜的活動下去之後呢 我們燕光師也特別,他的三本龜也製作好了 但是他用了他這款新的鏡角 然後呢,是高度鏡師專用的鏡框 因為他的度數其實也蠻高的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度數 這次呢,這是什麼鏡片 這個是台灣士亨的1.6球面而已喔 1.6,為什麼用這個鏡片 因為其實他在等一個特別的鏡片要準備進台灣了 那當然現在還沒有進來,我不方便講 他在等那個鏡片 當然等那個德國鏡片進來台灣的時候 我會在拍影片跟大家做報告 那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他這個鏡片就是他暫時先帶的 所以先用一個我們台灣的廠商 然後特別想試一下 因為他的度數我們看一下 有近視875,閃光170,也算高度近視 那以前都是帶1.67都是非球面的嘛 那特別這次他就做一個類似實驗性的 用1.6而且是球面 想帶來看那個差別 再來順便就是看說 以這次高度近視的 然後以875度的近視 我們用1.6的球面做起來厚度的那個修飾的效果怎麼樣 那等到到時候他想要的鏡片進來之後 他這個鏡片就會換掉了 那基本上我們先來看一下厚度 右眼是他比較高的度數 左眼只有700,左眼是700度的 這個不用看這個就很薄很漂亮 我們看一下右眼 這個是875度加上175度的閃光1.6球面 不是非球面喔 起來的厚度的表現效果其實非常的漂亮 再加上他這個框線的那種線條拉出來的效果 讓他整體看起來真的厚薄度是很漂亮的 那基本上我們夜光師對這支眼鏡戴起來 他只有一個感覺 就是說他從小到大戴眼鏡第一次感覺到 鼻子的部分沒有什麼太大的感覺 就是整個重量都往後戴了 他覺得配重戴起來是真的很舒服的 這是他自己親自口述 不相信你們自己來店裡面問他 那這一支呢 算是他總算可以戴的三本龜 其實我們我們燕光師對三本龜 早就情有獨鍾啊 只不過他一直沒辦法戴三本龜 為什麼呢 我們來看一下喔 基本上我跟我們燕光師 但是我們就是怪耳朵二人組啊 我的耳朵是右邊比較低 左邊比較高 他的耳朵更特別 我們來看一下喔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這裡 這裡摺的長度 跟這裡摺的長度不太一樣 這裡摺的比較短 這裡摺的比較長 為什麼呢 我們燕光師的耳朵 他前後前後的距離啊 他的 那個右邊的耳朵比較後面 左邊的耳朵比較前面 兩邊的耳朵前後距離大概差了0.5公分 而且他後面這邊真的那個長度真的蠻長的 所以目前之前店裡面的三本龜有沒有 他戴起來齁 這邊的腳長啊OK 這邊的腳長都不夠 所以他一直很想戴三本龜 可是呢沒有一隻三本龜他能戴的 那總算這個系列系的三本龜他的腳有加長 剛剛好他就可以戴 但是還是很明顯有沒有 這裡摺的短短的 有沒有這裡短短的 這裡就比較長 他的耳朵前後位置真的差蠻多的 那 經過完就是當然放下來有沒有 就一定會有這邊比較翹 這邊比較高 我之前的影片講過了 眼鏡是給人戴的不是給桌子戴的 所以放在桌子上會翹那是正常的 那他還特別對他這個鼻墊非常佔有加 因為第一個他的長度夠 而且還是用減壓鼻墊有沒有 他這個非常有彈性 所以戴起來的舒適性非常的好 那加上高度近視的修飾起來 整副眼鏡其實看起來非常的漂亮 所以高度近視的人 你們真的可以參考看看三本龜的這一組金框 基本上他是我看過真的非常適合高度近視 你戴起來 因為他的配重配得很漂亮 你就會覺得所有的重量都往後待了 你前面的負擔就會減少了很多 那最近也配了一副三本龜 是一位特別的客人 但是他的度數特別高 他有將近到1500度 然後到時候我會先徵詢他的同意 看他的眼鏡可不可以借我來拍影片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三本龜 正於高度近視設計 然後近視到1500度 做起來的效果是怎麼樣 當然要 總是要經過客人的同意 那有關鍵是我們燕光師 他新的三本龜 他總算等到他可以帶的三本龜了 所以 對於高度近視的朋友 或者是你想要 配重很漂亮的近框的朋友 歡迎來試看看 好謝謝各位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